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平县是在居住着一个古老的民族 这里不仅人人都会唱歌 而且这唱歌的地方也很特别 这张照片拍摄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1986年9月28日 几位来自中国李平的洞族姑娘 参加了当年在法国巴黎举办的金秋艺术节 艺术节上姑娘们演唱的传统名歌震惊自作 在场的艺术家们被歌声深深打动 称它为清泉般闪光的音乐 后来姑娘们又应邀在奥地利金色大厅 意大利美国新加坡等地的艺术节上演出 一时间一种鲜为人知的中国民间艺术 照亮世界舞台 人们在惊叹赞美的同时 不禁在问究竟是怎样的山山水水 孕育出如此富有魅力的音乐呢 在贵州省东南部 有一个叫黎平的地方 距离省会贵阳约五百千米 这里居住着约三十六万动族人口 是我国最大的动族聚居地 近日地理中国栏目组来到黎平 希望探寻这片土地 与独具魅力的原生态音乐之间的关联 出道黎平县城德凤镇 一条颇为特别的街道 就吸引了记者的注意 街道宽约四五米 长约一千米 整条街中间低两头高 当地人称为峭街 据说峭街的形态自古以来就是这样 形成的原因不得而知 记者了解到 黎平地处云贵高原 向江南丘陵过渡的区域 山地占全县总面积的百分之九十 没想到就连镇上的街道都是高级起伏 似乎完全印证了黎平的地貌特征 那么洞族百姓居住在什么地方 这里的姑娘真如外界说的那样 人人都会唱歌吗 当地向导告诉我们 大部分洞族人都居住在山上 世世代代过着原始的农耕生活 果然离开德凤镇 纵横交错高低起伏的山岭 逐渐映入摄制组的眼帘 记者发现 由于山地多平地少 众族村寨大都建在半山腰上 而村庄下面就是沿山开墾的梯田 石灯慧是一名普通的洞族姑娘 听说摄制组来寻找当地民歌 立刻大大方方地唱了起来 石灯慧告诉记者 洞族民歌最大的特点并非独唱而是合唱 姑娘们三五成群 采用不同的声部合唱一首歌曲 没有指挥没有伴奏 多个声部的合音全靠歌者自己完成 当地百姓称之为大哥 在众多的洞族大哥中 有一类模仿鸟叫聪明 高山流水等自然之音的歌曲 最令听者赞叹南华 然而当地向导却告诉记者 在黎平说起洞族大哥就不能不提到一种极其特别的建筑 只有在那里进行的大哥表演才是最完美的演出 这是什么样的建筑呢 为了一探究竟 向导带领设置组前往德凤镇以西42千米处的树洞村 设置组到来时 姑娘们已经梳妆整齐 正聚集在村寨中心的一座木楼里 向导告诉记者 这座木楼是洞族的标志性建筑 当地人称为古楼 在洞乡 每逢节日庆典或贵客来访 在古楼中演唱大哥是最隆重的庆祝方式 然而 令记者颇感震惊的是 树洞村的这座古楼 早在2001年就入选世界吉尼斯之醉 成为全球最受瞩目的建筑之一 一个隐匿深山的古老民族 竟诞生了两项世界级文化遗产 不得不令人惊叹 那么 眼前的这座木楼究竟有什么玄妙之处 它和洞族大哥之间又有怎样的光联 两项世界级文化遗产 为什么会同时出现在贵州省黎平县 这偏远闭塞的大山之中呢 连续走访了两个洞族村寨 这个记者亲眼是见证了洞族大哥和洞族古楼 两项世界级文化遗产的魅力 它们同时诞生于黎平这个显为人知的地方 这让记者越发对这个黎平这片土地充满了好奇 为了揭开其中的奥秘 大哥表演结束之后啊 记者开始对树洞村这座神奇的木楼进行 仔细的考察 树洞古楼位于村寨中心较开过的一片空地上 楼高约十几米 楼形成卡状 占地五十平方米左右 初见古楼 记者并没觉得它有什么特别神奇之处 然而向导告诉我们 玄机隐藏在古楼内部 你看啊 这个古楼的主体结构呢 是由一根这样粗大的原木 在中心直接直中到点支撑起来的 而周边的这些柱子呢 只是起到了一个辅助支撑的作用 在整个中国的洞族聚集区啊 这样的独柱古楼呢 独此一座 被誉为是古楼之宗 也就是说在后来的 洞乡的各种各样形态的古楼呢 都是在独柱古楼的形式上呢 演变发展了 接下来的发现更让人惊叹 这座独柱古楼 这座独柱古楼竟然已经存在了四百年 在古楼的前面呢摆放了这样一个石碑 上面清晰的刻着康熙五十六年的字眼 不过实际上这并不是这座古楼修建的年代 这座古楼呢实际上是一六三六年修建的 到现在呢已经有将近四百年的历史了 这些木头呢颜色呢已经变得很深了 所以在它的表面呢 确实留下了斑驳的痕迹 你看这个木头的表面啊 有很多的这个裂缝 2001年 因为别具一格的建筑形态 树洞独柱古楼入选吉尼斯世界纪录 不过古楼并非树洞吞独有 在洞乡每一个村寨都会修建古楼 黎平也因此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古楼建筑群 那么洞族人为什么要建造古楼呢 向导建议摄制组去拜访一位老人 据说他能计晓所有关于古楼的秘密 老人叫陆文礼 今年六十五岁 是黎平地区少数几个能独立建造古楼的工匠师 陆师傅建造古楼没有图纸 所有的结构都在自己的脑子里 凭借一盒末一支笔 陆师傅要在这根支撑古楼的树干上 标注出所有的损眼开凿的位置 这些损眼的位置标注的是否准确 关系着整个古楼能否最终搭建起来 这样的技术只有经验极丰富的工匠师才能掌握 老百姓送给他们一个敬称 掌握末师 跟随陆师傅 摄置组来到村里的一座古楼前 这座楼阁也有百年历史了 不过记者发现 眼前的建筑不是摄置组之前在树洞看到的独柱古楼 而是由四根主柱来支撑 陆师傅说 东族地区的古楼最初都是独柱 但后来随着古楼占地面积不断扩大 为了让它更加稳固 才增加了立柱的数量 这时记者发现 楼内有一根很特别的柱子 看上去似乎是一个人为搭建的楼梯 它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洞族人之所以把这个叫做古楼 是因为在这个楼的顶部是放了一面谷的 在过去的时候 当外敌入侵或者是发生火灾的时候 那么就会有人专门来敲击这面谷 以起到一个警示的作用 当然今天这个功能已经不存在了 但是我特别好奇 这面谷还在不在上面 所以今天我想挑战一下自己 爬上这座古楼 那这个柱子就是专门为爬古楼设计的一根立柱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楼梯 实际上它非常简易 就是一根木头穿到眼里面做成的 但是你看它设计的 我手都够不着 其实它是非常有讲究的 就是为了防止这小孩爬上去发生危险 所以我们要借助梯子 今天来上 陆师傅说 在洞寨 古楼是不允许随便上下的 击骨者只能由村里拥有一定威望的人担任 今天出于考察需要 记者被允许登上古楼 因为古楼的垂直高度达到20米 出于安全考虑 村民给记者配备了安全绳 不过尽管如此 对于没有多少登高经验的记者来说 要完成这项工作 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我们现在等于踩在这个板子 就是我们刚才在下边看到的 那个四方形的横板 其实在底下看的时候 感觉很悬的 因为它底下只有几根很细的横梁在支撑着 我都很害怕说 上面能不能承受得了 这么一两个人的分量 但是他们说没有问题 非常的稳固 这个鼓楼已经存在了二百多年了 到现在依然万好无损 遗憾的是 曾经的鼓已不见踪影 那鼓就是放在这个板子上面的 不是 那就掉 掉下来的 敲的 敲的就像 采访中记者逐渐了解到 一千多年前 动族祖先为躲避战乱 从长江中下游迁徙到贵州东南部的大山中 由于山多地少 无法大规模聚集村落 于是如何团结一心 抵御外敌 是零散分布在半山腰上的 每一个动族村寨 首要考虑的问题 为了在紧急情况发生时 迅速召集村民 人们便想到 在村寨中心 交通最便利的地方 建造一座高楼 击鼓传声 以示警醒 后来 随着战争的硝烟逐渐退去 鼓楼变成为村民们集会庆典 休闲娱乐的场所 千百年来 鼓楼逐渐成为 动族百姓生活中 不可缺少的部分 它的意义 早已超越了建筑本身 而成为一个民族 团结凝聚的象征 了解了动族 鼓楼诞生的历史 在这个只能容纳 两人的楼顶空间 记者又发现了一个 令人惊叹的现象 我们在这个地方 又看到了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八根柱子 加上中间的一个主柱 实际上这八根柱子 就是把八个角撑起来的作用 我们在底下看到的是四根主柱 但是在这个上面 在这个架子上面 它是八根柱子 这就是把一个四边形 变成了一个八角形 站在楼内 抬眼望去 大大小小的立柱横梁 纵横交错 数量至少有几百根之多 早就听说 动族鼓楼纯木建造 不用一钉一锚 只靠损卯相接 这让记者惊叹不已 如此复杂的结构 仅靠损卯相连 如何能做到严丝合缝 牢固稳定 毕竟百年风雨而不倒呢 陆师傅说 动族鼓楼中 蕴藏的建筑智慧 无稽其数 只需解剖一个小小的细节 就可知晓全局 动族了 已经这个大族了 陆师傅让记者仔细观察 离我们头顶最近的一处 损卯结构 只见在这根立柱的上方 在同一水平面上 插进了来自不同方向的 三根横梁 这就奇怪了 三根横梁 是怎样同时穿过立柱的呢 原来 聪明的古代工匠 对三根横梁的形状 做了巧妙的改变 如此一来 在立柱内部 三段木头 各占三分之一体积 相互避让 互不干扰 顺利通过损掩 陆师傅告诉我们 这样的设计最大的作用是 增加结构的稳定性 因为三根横梁 从三个方向进入立柱 形成了三角形结构 在力学上最为稳定 同时三根横梁 在重力作用下压迫立柱 使横梁与立柱的连接 更加稳固 在洞足鼓楼的建造中 古代工匠充分利用了 三角形最稳定 和自然重力的原理 不用一钉一卯 将主柱与横梁之间的连接 做到了稳如磐石 坚不可摧 洞足鼓楼 这一难得的建筑精品 才得以问世 没有鼓楼的 那也都没晓得这么能处的 一看那个再是有鼓楼的 就是洞产 洞产 然而 另一个疑问接踵而至 梨平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 年平均降水量1300毫米 在如此潮湿的环境中 纯木建造的鼓楼 为什么能历经百年风雨 而不腐烂 这些木材具备 怎样特殊的材性 它们的生长 和梨平的自然环境之间 有什么关联呢 就在摄制组迷惑不解的时候 当地向导透露了个信息 就在梨平县的德凤镇 保存着一件宝贝 他的发现曾经像洞足大哥一样 让这个梨平名声大震 尤其让摄制组感到兴奋的事 据说找到这件宝贝 就能够揭开洞足鼓楼 处理数百年 而不腐烂倒塌的原因 离开祭堂村 摄制组再次来到德凤镇 据说神秘的宝贝 就存放在窍街上 一座已经废弃的明代四合院中 如果不是向导介绍 记者肯定无法辨认眼前的物体 这竟然是一棵树 向导介绍说 这棵树是沙木 旧产自梨平本地 而它也正是建造古楼所使用的木材 1992年 梨平玉田湾的一户村民 在田间劳作时 无意间挖出埋藏在地下的这段木头 经权威部门考证 它竟然已经在地下埋藏了三千五百多年 能够在地下埋藏上千年而不腐烂 说明沙木具备极强的耐潮和抗腐蚀能力 梨平为什么盛产如此优质的树种呢 为了寻找问题的答案 这支组决定 进入梨平周边的原始森林进行考察 幸运的是 我们遇上了正在此地考察的植物学家 中国林昆院的院长 第二次评价就是 在梨平境内还有树体巨大的沙林 宗老师告诉我们 梨平的森林覆盖率达到65% 以种植沙木为主 素有沙木之乡的美成 此外 这里生长的山树 材性明显优于其他地区的同类树种 宗老师说 这主要得益于梨平地区优质的土壤条件 你看它这个粘石它又是成片砖 雷缝很多 所以它这个能够保持水缝 土壤很灰的 然而此时 宗老师却道出了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 云贵高原的大部分地区 广泛分布石灰岩 不适合生长高大乔木 然而 在距今约八亿年前 古中国大陆上龙胜抬起了一块新的地区单元 地质学家称之为江南古路 江南古路的西北部就是古云贵高原板块 梨平位于两块陆地的江郊处 后来 这两块古路被海水浸没 并开始拆石灰岩层 由于在远古时代 江南古路地势较高 因此沉积的石灰岩相对薄 到了距今约三亿年前 江南古路龙升 在自然界的风雨侵蚀下 相对较薄的石灰岩层 逐渐风化殆尽 沙岩落露出来 这就是为什么在石灰岩广泛分布的云贵高原上 会出现一块沙岩区域 由于离平地区的沙岩 暴露于地表长达三亿年之久 风化时间长 所以土层松软 孔系发育 能很好的储存水分 这就是离平为什么会出现大片原始森林 并盛产优质沙漠的原因 考察快要结束时 摄氏族巧遇了村里几位德高望重的村民 原来他们正在向村里最古老的山树祈愿求福 经过了解我们得知 每一个洞族村寨都遵循着一条不成文的规定 那就是没砍倒一棲山树就要种下三棵种子 宋族百姓正是通过这种独特的习俗来表达他们对山树的崇敬之情 从而维系着云贵高原上这片绿色王国的繁茂 经过岁月的沉淀 这些凝聚着洞族先民智慧的沙漠古堡 以及当地百姓口口相传的大哥表演形式 已经成为洞族文化的象征 这种人文和自然完美融合的方式 也为人类文化艺术保护留下了不可替代的佳作 由于山高林密交通不便 直到今天 这个黎平洞族地区的百姓 依然过着那份原始自足的农耕生活 似乎没有受到外界的干扰 也正是这个原因 独树一帜的洞乡文化千百年来没有遭到破坏和阻断 从这个角度说 这个地理环境形成的阻碍 对于文化传承和保护来说 却是一件好事 因此 这个洞族鼓楼和大哥 不仅是一份珍贵而独特的文化遗产 也是人类不断适应自然环境的结果 它的价值还有在进一步的挖掘 好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咱们下期节目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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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